大哥 你为啥这么黄啊 说什么呢 我黄 但是我心甜呢 我才不心 咱们明儿就叫苦瓜 怎么可能会甜呢 这辈子都只能是苦的 苦点好啊 我年轻的时候又嫩又绿 身体里整成了大量的苦味素 也叫葫芦丸形三贴化合物 这才能让我安全地长到现在 那你变甜干嘛 没看见我黄了吗 对着成熟 枯萎松流失 有了甜味 跟其他的种子才能被动物吃掉 传播到各个地方去 所谓辛苦后甜 越黄越甜 你慢慢会明白的 原来我也能有甜甜的心 哎呀 这苦瓜都熟透了 只能当种苗了 这苦瓜不错 晚上做个凉拌苦瓜 清热又开胃 我还没熟透 我还没有甜甜的心 厨房里有毛毛虫啊 虫子在哪呢 袋子里不全是吗 哪里的毛毛虫还会用袋子装好啊 这是我专程买回来准备炒腊肉吃的核桃花 我吃过核桃仁 喝过核桃奶 还是第一次听说核桃花也能吃呢 不仅能吃 味道还很不错哦 反正你来都来了 就帮我一起摘了菜再走吧 行吧 你在干什么 核桃花就是吃花梗的 这样啊 我第一次见嘛 你又不早说 你刚才说这是买回来炒腊肉吃的 我怎么没看到腊肉啊 别着急 今天只是先把它们放进开水里煮一下 煮过以后还不能吃吗 这些花梗煮过以后还要浸泡五六天 而且每天都要换水 最后才能拿出来炒着吃 或者和香醉一起凉拌 那你到时候做好了 记得叫上我来吃啊 白果 炒熟的几十块一斤 死贵死贵的 今天可以白嫖了 大爷 您不能吃我 不头不强 白剪的 皮啥不能吃啊 我有毒啊 我还是生的 吃了可能受毒 听说有个阿姨吃了一斤 直接进了ICU 那我剪回去煮熟了再吃不就行了 毒手前很危险 我的果皮含有银杏酸 有很强的致敏性 严重的话会引起过敏性休克 我担心您嘎掉哦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我可是一味药材 是要三分毒 即使是熟的 也不要吃超过十颗 勿然容易腹胀 呼泄啊 来都来了 就吃一颗 没事啊 不得不说 你大爷还是你大爷 根本待不动 丧生怪好吃的咧 你再吃我 喜不信给你点颜色瞧瞧 我好怕怕哟 那你看看你的手 我不知道洗吗 怎么洗不掉 快告诉我怎么洗掉 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瞧姐妹 再不说 你的下场就是这样 我好怕怕哟 你是不是还不说 先用生丧肾搓一搓 再用丧肾液揉擦 我的手就变干净了呦 因为未熟丧肾中的果胶等成分和色素充分接触 就可以将手上的色素沾染掉 我就说吧 三步之内必有解药 刚满一岁的小城即将吱洒街头 这到底是道德的毁灭还是人性的沦丧 这个骑橙这么新鲜 肯定很甜 你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这里谁比我更好吃吗 别看我 你们先聊 我先滚了 就是他 抓住他 他就是一老灯 哪有新鲜的好吃 你这就不知道了吧 骑橙啊 是后熟水果 刚摘下来的时候反而没那么甜 骑橙断掉果地后 果子不再吸收养分 放置几天后 果酸会逐渐挥发 而糖分不会挥发 会进一步凝聚 一般呢 骑橙存放三千是清甜 七千是蜜甜 十二千就是超甜 原来最好吃的是你啊 老灯 抱点吃 好新鲜的辣椒 做个辣椒炒鹅卵石尝尝 大哥 你听到了吗 主人要把我们和鹅卵石炒在一起 你快想想办法啊 放心 我在穿鱼锦修多年 就没有我辣不翻的生物 看我的火辣辣大法 我手上也没有味觉啊 怎么感觉辣辣的疼 你不知道吧 辣味是一种痛觉 而不是味觉 我们体内的辣椒素一直刺激你的神经 能不疼吗 快说解决办法 不然可就不止炒鹅卵石那么简单了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 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 辣椒素是碱性物质 牛奶和食醋都可以平和辣椒素 这解辣方法还真有效 下次切辣椒可得小心点了 摘香蕉就摘香蕉嘛 干嘛把香蕉树砍断 啊 居然还在砍 这简直属于过河拆桥 锦利万一 谢莫杀驴 你在说啥 没 没说啥 你咋像个键盘侠 香蕉的生长期结束了 我不砍掉干嘛 你直接砍断了 还让我们怎么生长呀 你们香蕉树其实不是树 而是一棵巨大的草 我失成熟后这一年的生长期就结束了 我不砍你们会自然枯萎 相反 我砍掉 才能让你更好地继续生长呀 只需六七个月 就可以长成一棵新的香蕉树 原来我们是草本植物啊 亏你长得这么好 竟然是个坑货 咋喽 你咋敲个全是皮的榴莲 是因为不喜欢吃果肉吗 这种宝颜榴莲你是咋敲的 快教教我 敲选榴莲第一步 要选圆不选尖 啥意思 外形圆一些的 里面的榴莲果肉通常要更多 外形偏尖的肉较少 而且不够饱满 然后呢 第二步要敲软不敲硬 我没打开 咋知道果肉的软硬程度呀 我说的是榴莲的果刺 果刺能轻松捏动的 说明榴莲的成熟度较高 里面的果肉口感也会更好 相反 说明榴莲较生 且口感不好 嗯 原来是这样 再看这些果刺 小而间分布的比较稀疏 一般来说皮薄肉多 这是因为里面的果肉 把外面的刺撑开了 不用这么麻烦 我直接抢你榴莲好的宝安榴莲 不就好了 哪来的香巴佬 身上这么多虚根 麻麻来来的 跟你待在一起 简直拉低了我的颜值 大哥 这些是我吸收营养的饭碗 虚根越多 证明营养价值越高啊 那我更不能让你抢我的风头 这下看你怎么办 这根山药不错 适合拿来煲汤 你有没有神美 明明我长得更漂亮 连切口都是金黄色呢 它只是白银段位 那就更不能选你了 你都氧化成黄色了 人家切口还是干净的白色 还带有粘眼呢 这可是新鲜山药的标志 像你这种山药 才应该待在打折区 原来小丑竟是我自己 哇 这玩意儿像草莓一样 看起来就好好吃 我可是蛇美 吃了我可会被蛇咬的 你当我是小孩呀 你等等 我其实是被蛇爬过 吐得唾沫长出来的 为了不让我吃你 你居然编出了这么多谣言 我现在可得把你吃掉了 我 我有毒 有毒 文献上可说了 把蛇眉研磨成粉 干燥之后再兑水给小白鼠吃 这些鼠没有任何问题 看来你是没毒了 我可要尝尝你的美味了 别啊 可真难吃 你手痒是不是 这还不明显吗 我就是手痒啊 我是说你干嘛把我掰断 我就是手痒 想由你敷一下 顺便敷个脸 没美容 这可不行 别那么小气 反正你还会再长出来的 你这直接敷 到时候过敏 可别怪我 芦荟不是具有消炎作用吗 怎么还能过敏 新鲜芦荟里含有大黄素 芦荟带 这种致命性很高的物质 直接涂在脸上 很可能破坏皮肤屏障功能 产生过敏反应 这腹上清清凉凉 好舒服 我咋越来越红肿了 都叫你不要手痒了 你这胭脂虫 什么档次啊 也敢寄生在我身上 看我不弹飞你 一个仔 居然敢这么对我 我要真出事了 主人拿你试问 你个小虫子 有那么大本事 我才不信 宝贝虫虫 你没有受伤吧 幸好我来得及时 不然我的宝贝胭脂虫 可就坏了 喂 这害虫成天稀妄的枝叶 你咋还胳膊肘往外拐呢 胭脂虫对你们仙人掌来说 是害虫 对我们人类可不是 看见这身宝石红美 胭脂虫体内 含一种天然动物色素 可以制作一种叫 胭脂虫红的高级染料 配各种衣服口红 做原材料 可是我发财的宝贝 小老弟 面身价 我可比你高贵多了 不是大牌的口红 还用不上我这种原材料呢 原来我才是你们 play中的一环 隔壁波罗蜜 何都被吃了 终于轮到你了 大哥 我长得干干巴巴 麻麻烦烈烈的 一看就不好吃啊 谁要吃你了 我这是把外壳剪掉 好让你发芽呀 发死了 大哥 剪外壳就剪外壳 你咋还扒人衣服呢 芒果盒也是有尊严的 我要是不这么做 你怎么进行光合作用 怎么生长发芽 这是为你好 不错啊 这么快就发芽了 你还别说 这土里是比水里舒服多了 我都想结小芒果了 再加重芒果 等真可行啊 这下实现芒果自由了